一边声称不在双标 一边却迟迟不出手 欧盟在这方面还不露美国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来观点 据法新社最新报道 欧盟对以色列停止向加沙居民供水的事情 再次表示强烈反对 并严厉指责以色列违反国立法 欧盟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 一直以来都声称坚持维护国立法和人权的原则 然而 对以色列的行为 欧盟一边声称不在双标 一边却迟迟不出手 口号喊得很响亮 实际行动却是一点也没有 说实话 在这方面他还不露美国呢 最起码 现在美国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说支持以色列 不仅立刻送去了武器装备 拜登还亲自去以色列加油助威 那么欧盟此次表态 仅仅只是说说而已 还是后面还有什么其他大动作呢 一方面 如果只是说说而已 那很有可能是舆论压力所造成的 向着今 欧盟内部充斥着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是以风大来人为代表的一派 他们对以色列表达了毫无保留的声援 但这遭到了以波雷利为代表一派的反对 他们那位风大来人很双标 当初呢 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 风大来人就是第一个站出来公然谴责俄罗斯的 现如今呢 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 但是他们的立场呢 却不一样了 这不就是严重的双标行为吗 所以 为了避免被舆论攻击 波雷利再次强调 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并表示风大来人的发言代表不了欧盟 可以说呢 这是讲关系撇得很清楚了 因为啊 如果欧盟这时候还是跟随着以色列 那他们国内很有可能立马就爆发动乱了 然而呢 欧盟的指责却只是停留在了口头上 并没有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这就引发了人们对于欧盟是否真正的愿意采取行动的质疑 另一发表 欧盟是否采取行动呢 有人说 欧盟肯出来发声已经算是采取行动了 想想也是啊 毕竟作为美国的服属机构 欧盟此次的选择可是与美国背道而吃的 这可是直接得罪了自己的靠山 可以说呢 欧盟这一次也算是很勇敢了 不过呢 这也是他们逼不得已的选择 毕竟现在俄乌那边还在打 如果巴以再开辟了第二战场 恐怕连美国都应付不过来 更不要说欧盟了 况且呢 如果到时候 伊朗 瑞利亚 珍珠党等武装揭露以后 哪怕是和伊塞列形成对峙 欧盟这边也是真的要吐血了 毕竟呢 当初为了跟随美国的步伐 俄罗斯得罪了一个非常彻底 而欧盟也因此失去了便宜的能源供给 如果现在再把中东国家给得罪了 那欧盟就彻底完蛋了 届时呢 严重的通货膨胀 恐怕会使欧盟直接解体 对于伊色列的问题 欧盟一直犹豫不决 然而这一次他们别无选择 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必须尽快灭火 就算不能立即解决问题 起码呢 冲突是不能再扩大了 另外 欧盟如果想要真正的摆脱双标的指责 就必须拿出一点实际行动 而不仅仅是含含口号而已 正如波雷利之前所说的 他希望中国呢 可以将欧盟看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而这一次呢 就是一个机会 只要欧盟可以通过明确和有力的行动 去反击以色列的行为 就能让大家看到欧盟坚定的立场和独立自主的决策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